在上集我们谈到了夜群的身世 下集丁凯文先生将为我们讲述文革中的夜群 这是夜群一生中最跌宕起伏的篇章 他作为副统帅林彪的妻子卷入了政治洪流 他与江青周来是什么关系 他在九一三事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下面有请丁凯文先生 在跟大家谈一谈文革的时候的情况 基本上我看到了相关的一些资料 夜群在文革的时候没有掌握任何的实际的权利 没有负责过任何具体的工作 唯一的工作我们看到了 他所参与的就是向中央文革碰头会 那么他去参与开这会 会完了以后回家向林彪做个报告 为什么夜群要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因为本来是没他什么事 二月逆流 也就1967年 二月逆流之后 毛泽东狠批二月逆流的这些个老帅 什么叶剑英 徐向前 内容真 把他们给批了一通以后 实际上就让这些老家伙们靠边站了 但是林彪就不愿意出席这些会 林彪从来能不出席就不出席 能不能不干预就不干预 那么毛泽东当时就要求 就说你林彪不来开会的话 那就让夜群来开 那么总得反正 你们家里得有一个人来 来开这个会 然后把会议的精神 也要向林彪做传达 所以夜群 我们所知道的夜群参与的事 大概也就是这么一点点的事 就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 但是他在这个碰头会里面 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权利 没有指挥过或者从事过 下过任何的命令 基本上就是一个带着耳朵去 完了以后 开完会以后 回到毛家旺 向林彪做个报告 那么到后来 九大以后当了中央委员以后 夜群也没有负责任何具体的 党中央的任何的工作 基本上还和以前是差不多的 所以夜群的政治局委员 在九大后来当的政治局委员 基本也是一个摆设 这个是作为当时 实际上作为江青的这个陪衬 这个上去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 中共在这个批判这个夜群的时候 都有哪些是罪名 基本上我们看不到 他说的这些很非常具体的 都是一些大帽子 比如说什么组织领导 组织领导什么反革命这个集团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颠覆无产阶专政 都是一只空空洞洞的大帽子 那么具体夜群干了哪些个坏事 比如说 你说他到底干了哪些坏事 能够数得出来的 大概有这么几项吧 比如说 最主要的这个罗瑞卿事件的时候 夜群是卷进了这个罗瑞卿事件 当时我们以前的节目曾经谈过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罗瑞卿在军内 本来地位是很高的 仅次于林彪的 但是由于罗瑞卿跟刘少奇 邓小平他们的关系比较走比较更近一点 另外罗瑞卿得罪了一些个军内的一些个老家伙 尤其是什么叶剑英 聂荣珍等等这些个老帅 所以引起他们这些人的强烈的反弹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罗瑞卿就倒霉了 倒霉了 那么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 在打倒罗瑞卿这事件发生之前 毛泽东就要林彪表态 那么林彪就派叶群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些资料 其中就有一些个揭发材料 也就是说 在1965年12月8号 中央开政务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前 12月2号 叶群受林彪的委托到杭州去见毛泽东 也就是后来所中共所说的 这个叶群向毛泽东告状 当然这个告状 实际上并不是叶群一个人 当时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人 比如像什么杨成武 肖华 刘志坚 谢复志 等等一帮的人 那么在这个里面 你说叶群所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当然这个是 在我现在看来是叶群是被毛泽东当枪使了 在这个会议上 在这个上海的会议上 叶群去这个发言 据说是讲了好几个小时 谈了这个有关罗瑞卿的一些个事件 比如说这个罗瑞卿这个有这么四条 说这个让这个林彪逼林彪放权啊 等等等等 这个现在看来当然是一个 叶群这个历史上的一个一个一个污点 但是呢 放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条件下来看 这件事呢 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形势之下 毛泽东呢 要搬开刘邓 要搞要这个扫清这个刘邓的这个前沿阵地 就是搞掉彭罗路阳他们这几个人 然后好顺藤摸瓜的 把这个刘少奇给打倒刘少奇 那么罗瑞卿跟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 跟贺龙的关系这么密切的话 这个显然是毛泽东所不放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这个场合之下 在这个政治的环境之下呢 叶群呢 也就是实际上是被毛泽东当枪使 然后在这个会 在这个上海会议上呢 说了 讲了 做了一些的这个发言 有一些揭发案等等等等 但是你看到了1966年3月份的这个北京会议的时候 叶群就没有参与 就没有再参与这件事了 所以这是 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呢 他就说这个叶群什么迫害这个参与迫害一些老干部 这个参与迫害这个老干部这个事情呢 我看官方好像并没有举出什么特别的例子来 勉强能说的就是颜卫兵 说这个颜卫兵的倒台呢 是跟这个叶群是有关系的 那么他就没有想到说 为什么颜卫兵莫名其妙的 这个夜以即日的不断的给叶群 他们写这些匿名信 我这个前几期节目曾经专门谈到这个 那么颜卫兵的这个倒台呢 不能说是叶群造成的 这个颜卫兵写匿名信 导致的这个最后自己的倒台 这是他自己造成 如果他不是 如果他不写这个匿名信的话 这个林彪一家跟颜卫兵无冤无仇 不会去没有理由去要去整颜卫兵的 那么这恰恰是因为颜卫兵自己 在这个从59年60年开始 就不断的给叶群 给林彪一家写信 写这种匿名信 攻击谩骂 这个污蔑这个叶群的这个历史啊 这个现实的一些情况 那么他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叶群他们不会 跟跟颜卫兵他们没有什么 这些这个仇怨 那么后来文革当时呢 文革爆发了以后呢 颜卫兵在这之前 也就是516通知 66年516通知 这个这个这个颁布之前 这个中共中央呢 实际上就这个 由刘绍奇他们决定 把颜卫兵关到了这个秦城监狱 这也不是叶群关的 那也是中共中央搞的 后来呢 在这个批斗什么 搞一些个批斗大会的时候呢 那么其他的呢 就更谈不上了 其他的 还能所还能有说是什么 傅连章 比如说这个 这个傅连章呢 是当时这卫生部的一个这个副部长 在军队里面也是后勤部的这个 总后的这个管这个卫生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这个傅连章呢 这很早是这个参加革命 在福建的那时候呢 他本来是一个这私人医院的院长 后来这个跟着的 后来参加红军了 据说在苏区的时候还救过毛泽东的命 所以呢 跟毛泽东关系不错 那么傅连章在文革时候 这个岛台被关进这个秦城监狱 也被认为是 是这个林彪和叶群搞的 但我们看这个邱惠座的回忆呢 这个跟林彪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傅连章呢 当时是江青呢 要整这个傅连章 在政治局这个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碰到会的时候 这个江青就说 这个傅连章 这个 曾经这个迫害过这个林彪主席 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叶群当时就打马过眼 就说呢 说啊这个傅连章 这个给这个林总啊 这个治过病啊 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林彪现在也能可以自己看 这个什么中医书啊 可以给自己抓药啊 实际上没有搭理江青这个诚 但是过不了多久 这个周恩来呢 就下令啊 就给邱辉章这个下令啊 把这个 把这个傅连章抓到这个 秦城监狱里边去 大概时间不久 这个傅连章就死了 死在这个秦城监狱 啊 后来 邱辉章见到 啊 周恩来的时候 还问周恩来说 为什么要抓这个 这个傅连章是因为什么事 啊 周恩来当时就说 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个事你不要管 所以呢 这个抓傅连章 以及傅连章最后被迫害致死 这个东西 中央专案组这些事情呢 实际上跟跟林彪 跟啊 叶群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那么还有一点呢 呃 大概现在能 所能 啊 所能说的 比如就说啊 啊 叶群呢 曾经巴结这个江青 呃 江青呢 这个仇视 当时 三十年代的时候呢 呃 有一些个文 上海的一些文人 知道江青 曾经 呃 在三十年代当演员的那些个历史的底 江青对这些人呢 是很记恨的 所以呢 要要去抄这些人的家 把他们这些人曾经可能手里边有有关江青的一些信件啊 有些个书刊啊 报刊啊 等等 要把这些东西都给抄了 那么这个呢 是呃 据说呢 说是呃 江青 呃 这个叶群配合这个江青干了这些事 但是我们看了像这个无法宪这些回忆呢 这个当时江青办这些事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讨会上 这个 专门作为一件事提出来的 而且呢 呃 江青提出来以后呢 周恩来 陈伯达 所有的这些个中央最高层的这些人道人 统统都点头承认签字 哎 然后呢 才派由这无法宪派了一个飞机 空军派一个飞机到上海 然后呢 去抄这些个这个上海文人的这些人的家 把这些人的资料都抄来 啊 然后再运回来 这个杨成武呢 再把这些资料呢 呃 送到江青那去 甚至于都没有打开 都没有看 他们都不敢看这些东西 直接就当着江青的面 后来就把这些东西都烧了 啊 所以你说这些事情啊 能赖到叶群的头上去 我觉得这东西也 这个 这如果说要找人负责的话 江青当然是 是最主要的 这始作名者 那其他最 其他的人呢 当然是 是周恩来了 对吧 周恩来 你这个纵容 在这个江青干 干这些事情 而且呢 要派 而且指挥这个 下下部的人从 杨成武 派到 吴法宪的头上去 再派人直接到上 去办这些事情 所以呢 整个的这一套 这个形势的过程 基本上来看啊 是从中共中央上面下去 所以赖到叶群的头上呢 也没什么太大的道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看的就是 这些东西 还有其他一些肢结的东西 比如说 啊 有现在有人这个 这个揭发说啊 他们这个是文物大道 他们这个 把这些很多这个中 这个图书啊 文物这些东西呢 都趁着这个文革混乱的时候呢 把这些东西都超为己有 但是我们看 这个林办这个秘书啊 就是这个 这个关伟勋 他说的这个 写的这本 我所知道的叶群 这个书里面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当时啊 文革的时候呢 由于混乱的情况之下 很多学校 有些比如像 有些空军学校啊 什么政治学院呢 这些东西 这些全都解散了 这些学校解散了 这个学生也都没有了 教员也都解散了 那么他们有一些的这个图书啊 就都不要了 你学校都没有了 这个学校图书馆自然也都 也就没有了 没有了 这些图书怎么办呢 就都处理掉 当成废纸啊 或者是卖掉 或者就是或者就烧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叶群呢 就找就让自己的秘书说 趁着他们在没有烧 没有销毁 没有这毁掉之前 没有卖掉之前 能把这些书呢 尽量挑一些好的 文史哲方面的书呢 把它们拿来 到作为这个毛家弯呢 作为林办的一个图书史里面 重要的这个藏书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林办的秘书呢 他们拿着这个军委办事组 这个当时的这个介绍信 就去把这些书呢 挑了一大部分回来 大概有两三万册吧 本来这些东西都是要销毁的 或者要当废品处理掉 那么把这些书呢 现在呢废无利用呢 把这些东西拿回到毛家弯 拿回到这个林办 作为自己的一个 这个藏书 这其实也 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对吧 你想如果与其被销毁掉 与其卖废品扔掉 那还不如废无利用 所以说这个 说这个叶群的文物大道 把这些这个 好像趁火打劫 这个搞来去去去 去盗窃这些个国家 国家资产 这个东西 现在看来这个 这个东西是这个这个说不通的 那么叶群在文革当中 都还做了哪些好事 这恐怕很多人是不太清楚 最主要的 我们有这么几个 比如说 当这个军队的干部 受到这个 受到这个冲击 受到打击 受到这迫害的时候 林彪呢 他们作为这个军委的这个高层的领导人 把这些人的保护起来 这个是林彪他们这个稳定军队 保护军队干部 一个非常主要的一项一个 一个一个政策 最主要的这个当然不用说了 就是这个邱辉座 邱辉座当时在六七年 这个一月份的时候 被徐向前下令回到总后 参加这个群众 这个这个这个群众运动 那么被总后的造反派组织 抓起来 然后关的这个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地方 这个毒打几乎丧命 那么叶群当时持着林彪的首令 这个一个人 这个闯到这个造反派的 这个这个腹地啊 这个这个 把这个邱辉座 从造反派手里救出来 这一点 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呢 就是513事件 这个里边呢 你当时叶群也起了 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大家知道这513事件 我们曾经以前的节目里 也提到过 就是军内的这些造反派 他们 这个搞得非常的激烈的时候呢 曾经就是这两派 有一派是亲 也就是这个 叫做这个 亲这个保皇派 这个组织 当时这个组织呢 有一个接近毛泽东的 一个舞蹈演员 就空正 空正这个 文工团 也叫这个刘淑源的 这位这个演员呢 当时呢 他说要搞一个纪念 毛泽东 这个文艺 延安文艺座谈会 讲话25周年 搞这么一个庆祝活动 那么毛泽东呢 就说呢 那你这事 你去找叶群就好了 所以这个 这刘淑源呢 就去到毛家湾 找叶群 说这件事 那么叶群呢 当时就予以这个支持 而且说呢 这个保皇呢 这个应该保的 那么林彪同志 也支持你们搞这个活动 所以呢 在这个当时呢 就在5月13号的时候 在北京展览馆 搞了这么一场演出活动 那么对立的那一派呢 就来了一大群人 这个打砸抢 搞的是 也是斗的一塌糊涂 但是林彪呢 当时就是 旗帜鲜明的 支持这个保皇派 那么这么一来呢 由于有林彪的支持呢 这个造反派 那一拨人呢 就彻底捏了 所以说在这个 所以我们从这一件事呢 也可以看出啊 这个叶群呢 在这个支持保皇派 这个压制这个军内造反派 这方面呢 它实际上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对老干部的这个保护呢 还有一个例子呢 我觉得可以说一下 可能以前大家不是很了解 这个二月逆流之后啊 这个靠老帅们都靠边站了 像什么叶剑英啊 内容真啊 什么这些人 都靠边站了 他们住在哪呢 就住在这个西山 就西山的军委的 这一个一个 他们的一个一个驻地 毛泽东对这些人呢 并不是很放心 所以呢 就就这个指示这个叶群呢 说你派一个这个派一个人呢 进去啊 到这个到他们这些老帅 这个驻地呢 去当这个卧底啊 看看说这些的老家伙们 到底是啊 有什么反应 到底对这个对这个啊 这个文革呢 到底有什么认识 当时呢 就要求派这个七级部的 这个部长叫王炳章 这王炳章呢 还是空军的第一副司令员 这毛泽东呢 就说那派这个人去啊 这个去当卧底 这个这个人呢 因为他是空军的人嘛 所以呢 这个叶群呢 就把这个王炳章找来 就跟他说呢 说你去这个 你去这个当这个卧底啊 千万不能 就给毛泽东写报告 给主席写报告 千万不能说这些老帅的坏话 一定要说这些老帅的好话 要说呢 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啊 等等等等的 啊 这样呢 他们将来就是就就不会挨整 而且呢 不仅如此呢 还要求说你写的任何报告 你写完之前呢 拿来先让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通过以后 你再交上去 所以呢 实际上呢 这个是实际上是保护了这些老帅 这王炳章呢 据说呢 他至少给毛泽东写过两份报告 啊 这两份报告呢 都是经过啊 呃 叶群他们看过 看过以后认为是写的都还不错的 所以呢 这个 所以毛泽东看过以后呢 觉得说 哎 这些个老 这些个 呃 老帅嘛 虽然这个 二元逆流的时候比较激烈 但是后来毕竟啊 还是有认识 所以后来基本上也就没没太整这些人 当然也就 当然也不会重用他们了 啊 但至少呢 没有把这些老家伙们打成什么环党集团呢 打成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反革命分子 这是没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叶群实际上 也还是这个起了一个 比较积极的这么一个作用吧 我们现在在谈谈这个913这个事件哈 啊 林彪呢 在 71年 70年的庐山会议上 这个发起了一个对张春桥的这个 这个批评 呃 这个林彪之所以 发起这个批评呢 当然是因为 江青张春桥他们对这个 中文来所领导的这个中央政务局 这个会 这个这个状况啊 这个中央的现实政治有所不满 所以呢 对向周恩来和林彪呢 发起一系列的挑衅活动 那么 当然周恩来这个人呢 大家知道都是都是唯唯诺诺的 不敢和江青他们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冲突 但林彪这个人呢 他就有点军人的这个特性了 所以呢 他啊 就是要对张春桥他们这些人的这 这活动呢 要予以批评 予以反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林彪会在70年庐山会议上 发表一番批评张春桥的讲话 那么这番讲话呢 实际上是也是叶群 也是叶群当时也是支持的 据林彪的秘书 林彪的这个李文璞的回忆啊 当时呢 这个李文璞有听到林彪和叶群的这个对话 当时林彪呢 就有点犹豫 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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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山会这个讲话 我还讲不讲啊 这个叶群当时是鼓励的 鼓励说应该讲 而且呢 这个陈伯达呢 也是在这个开会之前的也是鼓动林彪的 所以呢 在叶群和陈伯达的鼓动之下 林彪呢 站上了这个批判张春桥的第一线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张春桥非常的 这个处境非常的危机了 非常 这个很不妙 但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最终的支持 张春桥是转位为安了 那么转位张春桥转位为安了 那么军委办事组参与这个批判批评张春桥的这些人呢 那就一个个全都跟着倒霉了 所以呢 也就是为什么卢山会议之后啊 中这个啊 中共高层不停的开会 从70年底一直到七七一年四月份 连续开这个什么华北会议啊 军委座谈会议啊 批陈整封汇报会啊 连续的开会 也就是毛泽东啊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军委办事组啊 压迫军委办事组的这些人呢 做检讨啊 当然这个做检讨的这个除了吴法宪 黄永胜之外那么叶群实际上也是这个军委办事组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啊 那么压迫他们压迫叶群做检讨 当然也是压迫林彪做检讨 那是一个意思吧 只不过呢 林彪是死活死活不检讨 那么叶群呢 那只好这个那他他只好这党的前面了啊 只好不不停的写给毛泽东写这个写这个检讨 啊 写了检讨之后呢 啊 毛泽东啊 也一开始呢 也没放过 那么还是批批的很 很激烈 那么直到了这个批尘整封汇报会的时候呢 基本上才放过军委办事组一马 但是仍然在批尘整封汇报会上给他们黄无叶李秋这五个人呢 做了个结论 说他们是这个啊 犯了什么这个组织啊 这个方向性的错误啊 犯了这个宗派主义的错误啊 背离了九大的这个党章啊 九大的路线啊 给他们做一个政治结论 给黄无叶李秋做结论 实际上也就是给林彪做结论 只不过呢 当时呢 毛泽东斗争的矛头呢 还没有明确的指向林彪 那么批尘整封汇报会之后啊 基本上呢 这个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对林彪的斗争 好像是告了一个段落 那么以致呢 在这个1971年的五一的晚会上呢 这个叶群呢 趁着江青不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 还特别找着毛泽东 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个后边的一个这个休息室里面去找毛泽东去谈话 当时毛泽东呢 跟这个叶群谈的还是还挺不错的 还挺不错的 和颜悦色了 拉着叶群的手说啊 你要什么要什么吸取教训啊 什么等等等等的 所以这个叶群呢 觉得好像主席呢 好像放过他们一码了 觉得好像啊 应该是啊 应该是这个毛泽东的这个 啊 斗争的这个毛头呢 应该是已经 已经这个停 已经停止了 所以当时呢 叶群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但是呢 没想到 这个也不过 也就是三个月之后 毛泽东就发起了这个南巡 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南巡呢 经过这个各种渠道 传到了这个北戴河 当时呢 林彪和叶群呢 是在这个北戴河的 在当这个毛泽东南巡谈话 传到北戴河的时候呢 林彪的态度呢 其实还是 当时还是很冷静 没有什么特别的过激的反应 但相反呢 叶群呢 是非常之紧张的 因为他们 因为他觉得说这个 这次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的这个内容啊 已经不是简单的说一个人犯了错误啊 可以批评之后啊 什么这个要按照毛泽东的讲话 讲法是这个叫做什么 什么治病救人啊 这个这个这个用这种过去的以往的这种说法 好像就是做个自我推评以后呢 就OK了 那就可以过关了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毕竟毛泽东在南巡讲话里面 上纲上线 已经是很厉害了 已经把林彪当成是又一次党内的一次路线斗争 而且是尤其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这个上纲上线已经上了非常高的一个程度了 啊 所以很可能在这个下边九月份开的这个九届三中全会之上呢 很可能林彪的地位就不保了 那么刘少奇 彭德怀这些人的前车之鉴啊 弄不好就会搞到林彪和叶群的头上来 所以呢 叶群的当时呢 应该是非常之紧张的 呃 叶群他们是想啊 这个 这个斗不过 还呢 就是这个 斗不过呢 还这个 这个 那还 这个斗不起 还躲不起嘛 那三十六计走为上 那这是这个最好的办法 因为 如果沦落到刘少奇的那个下场 那就一定会被毛泽东 关在一个黑屋子里活活整死了 所以当时呢 我相信叶群他们的想法呢 就是 三十六计走为上吧 赶紧跑啊 但是往哪跑 这个东西呢 我想他们可能并没有完全的想好 到底是去大连啊 去广州啊 还是往北跑到这个苏联啊 这个恐怕他们当时并没有完全的这个这个设想好 叶群他们当时呢 还没有特别的特别的这个紧张 你像这个叶群 那个九月十二号呢 还给毛家弯的这林办的秘书打电话 还说这个 呃 谈了很多零零碎碎的一些家庭的一些个琐事 哎 另外呢 还给叶群还给这个邱惠座的啊 这个夫人 这个胡敏打电话 还恭贺这个邱惠座 这个这个儿子生了个孙女 哎 但这当时还扯了很多这个类似 这方面的家庭的琐事 所以当时呢 应该来讲 还没有紧迫到一种不得了的这个地步 但是呢 当 林立果坐着这个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回到 到了北戴河的时候 啊 传来的消息是说 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 很可能就要动手了 而且呢 这个这个飞机呢 当时这个周恩来 呃 下令说这个没有这个 呃 周恩来以及黄武李 黄武李 黄武李 呃 黄武李这个 邱他们发布的这个命令 这个飞机不能起飞 这么一来呢 呃 叶群呢 觉得可能 下一步 毛泽东很可能就派人来抓他们 所以他惊慌失措啊 乱了方寸 乱了方寸以后呢 就 就认为呢 这个持走啊 不如晚走啊 所以呢 赶紧的就是 呃 一切都不顾了 然后把林彪从床上拽起来 然后赶紧 也就是上了大红旗车 然后一路狂奔到机场 到了山海关机场的时候 叶群 哎 说这个有人要害林副主席 那个 啊 赶紧 要要这个这个 誓死保卫林副主义还高喊口号 所以当时走的时候是非常之仓促啊 这个 仓皇 按照中共的说法是仓皇逃窜 所以呢 实际上是没有任 没有做好万全之准备 那么到底去哪 到底是去大连啊 去广州呢 还是去苏联呢 这些东西 在没有任何这个 这个这个准备 就没有在准备好之前的这种状况之下呢 就仓皇的出走 仓皇出走以后呢 乃至于导致这个飞机最后坠毁在 这个蒙古 温多尔汉 这个拳击的人 这个击毁人亡吧 所以这个呢 应该是这个叶群的一个悲剧吧 陈光先生 他所他的这个 他的这本 《往事回眸》里面呢 有这个提到的这个 他就是陈光写的这个文章里面 就是我所见到的叶群 这里边呢 他说邱惠座呢 对跟这个林豆豆呢 有一个谈话 有一个对话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邱惠座看问题呢 看的还是挺准确的 我觉得跟大家在这里面说一下 那么邱惠座呢 跟林豆豆说呀 说这个叶群呢 这个是有他的缺点的 但是呢 同样呢 也是这个冤案里面的人 那么到现在呢 913这个事情呢 还没有完全的搞清楚 那么如果把这个913这个问题 就完全把这个事件呢 扣到这个叶群的头上呢 这好像也不是很公正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这个因为林豆豆呢 跟他妈妈 跟叶群的关系不好 就觉得说这个林彪呢 都是被这个叶群害的 比如说说这个叶群呢 跟这个江青关系太过密切 经常背着林彪 跑到这个江青那去 等等等等 但是这个邱惠座 却有一个不同的说法 邱惠座说什么 他说啊 叶群呢 之所以去江青那块呢 实际上是周恩来让他去的 因为呢 有些事情呢 有些事情这个周恩来呢 直接去跟江青打交道呢 是不太方便的 那么换一个人去 让叶群去跟江青打交道呢 容易呢 从江青那儿呢 探听到一些的消息 这样呢 周恩来呢 可以打听到一些底细呢 周恩来比较容易对应对啊 所以说这个叶群呢 去讨伙江青 去跟江青打成一片的 经常背着林彪去江青那儿呢 这个实际上 这个很大程度上 是周恩来让他去的 这个呢 也不能完全怪 怪到这个叶群的头上来 实际上呢 叶群在这方面呢 也帮了周恩来 帮周恩来办了很多事 另外呢 这个邱会作说啊 说这个叶群和江青呢 有共同的一个毛病 就是呢 心里放不下事 如果有事呢 就一定往外说 那么但是不同的地儿在哪 说这个江青呢 不分时间 不分场合 毫无顾忌的这个乱说 有高兴的时候就乱吹 但是叶群呢 是比较理智的 他只呢 他对他只对他相信的人来讲 而且呢 讲话的也都是很有分寸的 而且呢 这个邱会作说啊 说这个叶群的这个是为人呢 很热情的 也很聪明 记忆力还很好 人缘也不错 做事呢 他是比较得体的 绝没有像江青那样 这种托付的这种 这个欺负人呢 这是没有的 你看江青旁边的被江青点名打倒的人多多少少 江青身旁的秘书 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有好下场 都被这个关到了什么秦城监狱里去 但是临办的秘书有谁受到叶群的迫害了吗 基本上就说叶群呢 对他周围的人 周围的这些个旁边的一些秘书也好啊 卫士也好 还是很关心他们的这个生活啊 家庭啊 比如说有的新来的秘书啊 调到这个临办来工作呢 他就帮助他们把他的家属 也调到北京来啊 孩子上学的事情啊 帮助解决啊 甚至于有的孩子比较 有的人的这个孩子比较大的话 啊 叶群也帮着他们去什么参军啊 这些事情啊 叶群做了很多类似的这种事情 也是很关心的 就是说他很热情 很关心他这个周围的这些人的这个生活 学习的工作啊 这方面呢 那跟江青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叶群的缺点呢 当然也是很明显的 这些唠唠叨叨 这个婆婆妈妈 这个林彪那时候还给叶群写个一条符 说是呃 说话莫啰嗦 这个办事莫悦权 说你不要 这个不要去办你这个不该你办的事 讲话也不要那么啰里啪嗦 这个这个其实叶群呢 我们看叶群在整个文革的前五年 这些叶群基本上还没有没有干过任何具体的工作了 顶多就是参与个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就听了旁听个会 没有任何的实际权利的啊 那么913事件呢 这个里边呢 呃 邱辉座呢 就认为说呢 说叶群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邱辉座看的很准确 他说他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 呃 没有长期呀 在这个艰苦的这个领导岗位上磨练出来这种品性 呃 所以呢 碰到事情的时候呢 他就容易这个乱方寸 这个沉不住气 本来像这个毛泽东这种整人的这种 你对你应该对他是比较了解的 毛泽东这种人 你何必趁这个要去 要这个这个趁毛泽东在世的时候 就去打击这个张春桥呢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放在毛泽东身后来办 那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哎 结果呢 你去去处了毛泽东这个逆临这个眉头 结果导致了自己的这个倒霉 这个实际上也是 这个叶群 也就一个一个非常 一个重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缺点吧 可以这么来看 啊 好的 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 啊 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啊